各位小韭菜 大家好 我们现在比特币准备冲了 然后现在是牛熊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如果按照以往的结构的话 比特币到了55,000这边 如果到不了 或者被压住又瀑布的话 有可能要再探底 只是如果比特币可以 这两天左右 这两三天左右划穿这个地带 是有可能划穿这个地带的 那就是牛市继续 然后会怎么走 我认为会大概这样子 再回踩一次 或者冲得很高 然后再甩一次大韭菜 然后才出发 因为以往牛市是这样走 比特币有30-40%回调的时候 都会 它的阻力都是在 大概是golden pocket 和.5这附近 所以现在我们要关注的两个点 有些很紧张 大家有的想要减仓 有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现在我给大家一些价钱的目标 你们可以自己去 根据自己的风险控制 风险承担能力去操作 所以保守的人 可能这里可以 这里跑 只是这里跑的话 就是未来可能要追高 它可能会拉到很高 然后可能再回来这里再接进去 如果你觉得是可以成功突破这里的话 那你就报警就好 或者到这边看反应 或是在这边出一点 如果在这里出划穿的话 大概率会再回踩 只是这边已经横盘很久了 所以已经可能被front run掉 只是以往牛市会这样子 就是会这样子 它如果哪怕是冲到那种8万 它就会回来然后再走 然后大家一直又喊雄师 然后就一直这样子切上去 当然也有可能像我之前 今天发另外一个视频 有可能往下走 往上走 做交易 就是做投资 做交易都一样 人生里面就是 你怎么样的情况都OK 你要把这个风险对冲好 那不要说跌下来你就死了 或者怎么样 只是如果你的风险承担能力 是可以死 或者你风险承担能力 是你有稳利工作 你可以躺平5年10年 你相信比特币长期的 那其实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等着市场决定就好 只是如果你现在是over leverage 如果你高利贷 把房子卖了 你现在不确定怎么办 如果真的跌下去 不确定怎么办 那这两个点会是一个 叫什么风水零 一个转折点 这个5万5 OK 如果5万5过不去 会再下探 应该会几个小时内 立刻再下探 如果过的话 就要看这里过不过得去了 过的话 如果熊市来了 一般会这样子 它这里会下探 所以你还会有一个机会 会再拉高一次到这里 然后才真正的放量下去 所以看这边的情况 如果直接就拉到这里的话 大概率就是 应该不是熊市 然后而且可能是直接 要准备暴冲的阶段 然后我们合并一下 爆仓甲看一下 分析一下这个盘 然后我们去看FTX FTX的 因为币安要退出 所以FTX其实是现在的阻力 杠杆那些 这些都是洗杠杆游戏 FTX是我们的杠杆阻力 然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现货在这里买 所以确实现货买 这是杠杆 币安 现货也在囤币 FTX也在囤币 当然这随时都有可能变 随时都有可能砸 像Coinbase也就是 囤一囤然后就爆炸一个 它现在又囤大量的 比一直在囤 所以我还是比较看牛的 我做多了 我在这49,000左右做多了 我支撑挂很近 就大概45,000多少 我是上来 我怎么控制仓位 我是上来这里 看反应 如果上不去的话 如果没有一根直接贯穿的话 我这边可能会减一点仓 然后在这边再看反应 所以接下来 我这里设置景 如果想要一起看盘的 可以在直播间 只是我接了好多单 所以我觉得 我比较没有那么多空 更新太多视频 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策略 我的想法 然后大家就不要太疯狂 不要承担了自己 承担不起的风险 我做的一些操作 我都是承担得起的 然后比特币 我看一下爆仓价 我刚才说的 然后我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觉得比特币会滑得过这里 因为我们看 5万5 FTX上面有 有3.8亿的空单会爆仓 5万7有5亿的空单会爆仓 所以现在如果开始启动 就是要来洗这些杠杆 刚好这两个又合并是我们 我们的 我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最关键的去 就是5万8 5万9这里 所以这里如果他们开始一连串爆仓 会产生什么 会short squeeze 就一根喷上天 然后他们爆仓的话 喷上去那就是牛市继续 然后现后的人会 回踩的时候在这里再接回来 所以如果你要比较安全的话 你不想要接这种针的话 我是在这里接针的 我看反应 因为我觉得会爆仓 空单会被右空爆掉 我觉得会这样子走 所以如果冲上去的话 不管冲到8万10万 大概率会再回踩一次6万 所以如果你们比较怕的 你可以6万再接进去 你可以这里跑 比如说这里跑 你不确定 你可以5万4跑 然后6万再接进去 这样你的比就变少了 我的话我就是顶盘 我是看着这个 然后我怎么样都OK 我只顺就挂这里 4万5 这里进去了 好 那我赶快上传这个视频 因为市场动的会越来越快 希望你们来得及看到 然后我想再次强调 很多评论乱七八糟喷子 交易又不是什么先知欲言 这就是怎么样 布局你的仓位你的OK 这就是交易 它跌到零 我也不会死 我也OK 只是会比较痛苦而已 就是我也可以重建 钱可以重新赚 我是没问题的 所以鼓励大家 去做交易的时候也是 同样这样子布局 然后有没有可能在这边插几根 然后踩走 是有可能的 只是就看 这边看看 我只身挂得很近 所以然后我倍数很低 我有两倍而已 好我们下个视频见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来看看 我们下个视频 再来看看